在前东南台江县的大山里 我们发现一个村庄坐落在半山之间 非常的漂亮 远远看去有上百栋的木质建筑 这些建筑错落有之 非常的美观 当我们把无人机飞进来一看 发现很多的房屋已没有人居住 整个村子看去有些萧条 我身后这里就是台江县的排略村 是在山腰上的一个村子 这是静村的主要路道 看这个路道上面就感觉走的人相对比较少 有很多朋友喜欢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 说这种住在偏山上段的村子会不会缺水 你们看到这个水流大概有感觉了吧 一般来说都是山高水高 这些房子大多都上锁的 你像这一栋房屋的话也是废弃的 这个上方可以看到这一片房屋都没人居住 看起来房子也是非常的成就 包括上面的瓦片也都没有进行翻清了 你看这些都挂着 就表示它外边有安全住房 这里还有狗叫 这一串房屋非常的大 过去有十来间 但是这个房子也都是废弃了 然后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窜户路呢 也是不太有人走啊 整个看去呢 布满青苔啊 或者说很滑的这种感觉 大家可能想不到啊 这么大的村庄 现在是几近荒废的一个状态 这个上面有没有人啊 咱们找个人了解问一下 哎呀这个吊脚楼 大家看看 让你们在这个上面睡觉 你们敢不敢 这真的把人吊脚楼 就是几根柱子 把这个边上给撑起来了 吃饭了没有啊 喝酒啊 没有喝酒啊 没有喝酒啊 哎 来到我家就喝酒 到你家要喝酒 哎呦 你抓个鸡干嘛呀 这个是想跑 想跑到 有没有家债 好大一个寨子啊 房子怎么好多都烂掉了 这个是新房子 就说旧房子都不要了 这个都是外面搞新房子去了啊 到台江啊 全部都到外面去建房子了啊 外面去 外面搞不下啊 过来 过来 吃点饭 不不不吃 谢谢 来吧 不吃不喝不喝不喝 酒也不能喝 开车呢 开车就喝一点嘛 开车喝一点 那不行啊 来吧来吧 不用不用 谢谢 再坐着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就行 这个上载有多少户 上载 一百户有吗 整个上载 整个上载有啊 有一百多户啊 嗯 再加着 现在再加 嗯 都没有了 全部跑到外面去了 等于你这一片 可能也有几十户 但是就你们三四家人了 嗯 以前这个村也挺热闹的 对啊 现在年轻人们都走了啊 嗯 啊 年轻人们都走了啊 之后我就老人 老人 我就不走啊 你们这里每家每户的土地 应该不多啊 一个人几分 几分田啊 四分 一个人四分 四分到五分 那在家里种田 种不了 那肯定得出去啊 四五分地 一个人的话 种不了多少粮食的 种不了啊 这个要七八 七八百斤 对 那半天就两过三过去吃 那就是不顾吃啊 对对对 这个干旱来就没有办法 这这会 没有的 会干旱吗 也会干旱的 有啊 这干旱又是我们地方 这干旱呢 这干旱就干了 一干旱就没水 没水啊 现在还有 有这质量水 就来花 现在都一点水都没有花 都可以调 调一点一点 来花 他们这个山也不算厚啊 然后这个书跟我讲的 这个水井呢 就是他们村里面的老水井 以前一百多户人家 都是在这个水井这里来挑水 这就是排略村上寨的 他们的古井 那你们看看 这里还有两棵神树 他们还有挂红布 也是乞讨这个水源 一直有的这个意思 那么在很久以前 在以前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呢 这口古井呢 也是养活了村里的几百口人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没有通自来水的时候 这条路上呢 来来回回都是人 大家都要挑水 人也要喝 然后这个牲畜呢 也需要饮水 刚刚呢 也跟这个村里的那个书 聊了一会儿啊 他们这里呢 现在确实人比较少 原先可能这个上寨就有一百多户 然后现在大概就是十来户 二十户吧 就大量的这个房屋呢 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种情况呢 其实很多这种山里面大的村庄 也是不可逆的 只要它的交通不方便 不能进行旅游开发的话 基本上也保不住 为什么呢 人口太多的情况下 田土只有这么多 那这个书也讲了 他们这里人均的田呀 大概就是四五分地 那你要想一下 四五分地的话 其实是很难养活一家人的 按现在的这个人口来算 一家人呢 可能有五口六口 但是呢 只有两三个人有土地 相当于说 你一某多地 要种田来养活 一家人的话是挺难的 所以现在就很多的年轻人 他必须离开 他不离开这个地方也没办法 人太多 资源太少的情况下呢 就靠现有的这些土地资源的话 确实是很难养活这么多的人 都搞得有灯了 今天存的酒存的多不 存了几千斤了 存了几千斤了 现在要不要靠近路来不久 生意好久好散 这台湾全部转门的了吗 再会这个电通比上 或者两点 按后的水涨到没了 没到啊 也有那么正常的这个有点滑了呀 我去上车都不滑了 我有这个厂户 我拿起手机的新黄 我把路下给 这个电通亮点看起色要好看点 啊 上次就到这个水子里 就到这个按摩水子里 再多还可以 里面喊好看点咯 哦 我吓到了 这有水的地方采集 有没有事的 这里面上次没来个 这不水是真的安逸 咋要把整体塞铁门 我想第二个我哪个开发 我呀 哪个哪个回来不 里面还有好看点不是吧 嗯 一年多 爸爸今天這次把這個水溝修好嗎 好笑的 是呀 這個水上的哎 在這種溫度 哇 這在那兒 現在是現在又要了嗎 現在不是 小辣子 嗯 祖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